那很多话老师问老花一为什么有的锈球呢 开这种蓝色的有的开红色的 其实我跟大家说只要是这种大花系列的锈球呢 它都可以去调蓝 这个呢就是需要大家下点功夫了 具体的调蓝的话我们家有调蓝剂用上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有的话我也是老师问老花一 为什么我的锈球收到以后叶变颜色是这种 跟大家说像锈球的话一般在秋天和入冬的一段时间的叶子都会变成这种 另外呢有一些个品种 你比方说沙滋小姐还有这个赛布丽娜 他们的叶子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 这属于很正常 就像人的皮肤是吧 咦你看这个河南嘞 为什么长得那么黑 它又不是非洲的 是吧 不一定啊 像我们山东也冷不冷出来一个就从小长得特别黑 我们小学时候也有一个叫黑带是吧 这个就没办法 你要理解这个事就行了 再有一个呢有的话说老花一 为什么我的锈球买回去不生长 它生长要在15度以上 是吧 有很多的话说回去以后呢 黑带还在35度呢就开始往下种 种了以后牙子都冻掉了 像咱们那些小小的 那像这种呢就是小小的休眠期 很多话说买回去以后不长 它一定要在15度以上才长 这种就是经过春化的了 好吧 另外呢有的话说老花一 为什么我养的锈球好 好几年都不怎么开花了 有分品种哈 就是现在我们家卖的这些个呢 都是新老子开花的有些老子开花的呢 它是需要春化的也就需要过冬 对吧没有经过一个冬天的这种低温的一个休眠呢 它第二年是不开花的 所以说大家买锈球一定要稍微问一下是不是新老子开花 好了 另外呢现在我们棚里面呢有几几不多哈 有很少量的一个开的花的这个给大家拿出来卖一卖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我直播间 当然了对于其他的养花问题呢 都可以视频上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锈球上话 同样可以来我直播间哈 有大的有小的有休眠的 有带花宝的 记得来我直播间 每天早四点慢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得一 白了 谢谢大家